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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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说 总统先生 我们南方人和你们北方人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林肯微笑着回答 是的 我们都喜欢自由 只是你们喜欢的是 你们自己的自由 而我们喜欢的是 所有人的自由 希望这段历史和这个小故事 能让大家对南北分歧 和奴隶制的争议 有更深入的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南北战争 血腥的对抗 南北战争 或称美国内战 是美国历史上 最血腥的冲突之一 发生在1861年 至1865年之间 这个战争 不仅仅是南方 和北方之间的对抗 更是美国社会 经济和政治结构的 深刻变革的催化剂 让我们从几个有趣的角度来 探讨这个复杂的历史事件 首先 南北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是奴隶制问题 南方的经济 高度依赖奴隶制 而北方则逐渐走向工业化 和反奴隶制的立场 可以说 南方的棉花田 和北方的工厂之间的矛盾 最终演变成了战场上的对抗 幽默地说 南方的棉花 和北方的纺织厂 就像一对吵架的夫妻 最终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其次 战争中的一些战役和人物 也充满了戏剧性 比如 著名的格底斯堡战役 Battle of Gettysburg 被认为是战争的转折点 这个战役不仅规模庞大 而且充满了戏剧性的瞬间 南方将军罗伯特 比Robert E. Lee 在战役中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导致南方军队的惨败 可以说 李将军的豪赌 让南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像在赌桌上压错了筹码 再说说战争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比如 南方的间谍贝尔 伯伊德 Bell Boyd 他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机制 成功地从北方军队中 获取了大量情报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战争不仅仅是男人的游戏 女人也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贝尔 伯伊德的间谍生涯 就像一部精彩的谍战片 充满了惊险和智慧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南北战争期间 铁路和电报的使用 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北方的铁路网和电报系统 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 和传递信息 可以说铁路和电报 是北方的秘密武器 让他们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 想象一下 如果南方将军们 也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 用手机发短信 战争的结局 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最后 南北战争的结束 标志着美国历史的新篇章 1865年 南方将军罗伯特 理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 Appmatics Courthouse 向北方将军游历西斯 格兰特 Ulysses S Grant 投降 战争正式结束 这个时刻 不仅仅是南方的失败 更是美国重新统一的开始 可以说 南北战争就像一场家庭大潮 最终大家还是坐下来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总的来说 南北战争是 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它不仅改变了 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也为后来的民权运动 奠定了基础 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和细节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着 这段复杂而重要的历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重建时代 联邦的重塑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非常有趣且重要的主题 后果影响 重建时代 联邦的重塑 这不仅是历史课本上的一章 更是理解现代美国社会 和政治结构的关键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865年 美国内战刚刚结束 南方的棉花田 还在冒着硝烟 北方的工厂 却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林肯总统刚刚被刺杀 安德鲁 约翰逊 接过了重建的重任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时候的美国 就像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 家庭大战的大家庭 所有人都在试图找回平衡 重建时代 1865-1877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希望和挫折的时期 联邦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宪法修正案来重建南方社会 确保新解放的黑人奴隶获得平等的权利 第13、14和15修正案就是在这个时期通过的分别废除了奴隶制 赋予所有公民平等保护 并保障黑人男性的投票权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南方的白人精英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 于是黑暗的黑色法典和臭名昭著的 3K党应运而生 试图通过恐吓和暴力来维持就有的种族等级制度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家里的老大不愿意让新来的小弟分一杯羹 于是偷偷在小弟的床底下放了个钉子 联邦政府也不是吃素的 1867年的重建法案将南方分为五个军事区 由联邦军队直接管理 确保黑人能够行使他们的新权利 这就像是家长发现了老大的小动作 决定亲自监督 确保公平 然而重建的努力并没有持久 1877年 随着妥协的达成 联邦军队撤出了南方 重建时代正式结束 南方迅速恢复了白人制上的统治 黑人在法律上虽然是自由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 却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歧视和压迫 重建时代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联邦的重塑就此停滞 相反 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 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联邦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了 如何在周全和联邦权利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 推进平等和正义 所以同学们 重建时代不仅仅是历史书上的一段文字 它是理解现代美国社会的钥匙 它告诉我们 社会进步往往是曲折的 但每一次努力 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就像我们在家里争吵后 总会找到新的相处方式一样 国家也是在不断的冲突和妥协中前进的 希望你们能从中学到 不仅要了解历史 更要从中汲取智慧 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探讨 这段复杂而有趣的历史 今天我们聊了南北分歧和奴隶制的争议 从矛盾的经济模式 到道德上的激烈争论 再到血腥的南北战争 以及最终的重建时代 透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曲折和变迁 还了解了人性中光辉与阴暗交织的复杂性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 南北分歧和奴隶制的争议 揭示了经济利益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 南北战争则是这种冲突的极端形式 而重建时代则展示了 在战争废墟上重塑社会结构的努力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社会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妥协 说到深入分析 我要特别强调重建时代的复杂性 尽管这个时期充满了希望 但也伴随着巨大的挫折 联邦政府虽然通过了一系列法律 来保障新解放的黑人奴隶的权利 但南方的种族歧视和暴力行为 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重建时代的失败 不仅是历史的挫折 也是对未来改革的一次深刻警示 从这些故事中 我的观点是 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反复的过程 我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理解社会变革的难度和复杂性 才能在未来避免重蹈覆辙 最后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期待与你们交流 更多有趣和深刻的观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ociety in rhythms big Ohciety in rhythms big Helders speak of days 0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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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